那個工友T是上次黑客送的第一名嘛 那那個議員投票指南是上次那個最後一名 那其實大家不要害怕得最後一名 因為我得了最後一名以後我就把這個網站做出來了 然後現在因為這個議會都要分縣市分開來做 那我現在因為我坐在台北市我就先坐台北市 那目前就是有做議會也要表決 比如說他們省一些預算要不要刪預算 或是他們也要提一些議案 比如說像這個萬華區的服務中心還要幹嘛幹嘛 那當然也會做一些統計 比如說表決缺席數啊或是脫檔投票啊 那其實可以看到 如果還沒有看過立委投票指南的話也可以比較一下 其實我們的立法院跟議會在脫檔投票這塊就表現得比較不一樣 然後那我現在在做議員的時候我就發現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我們台北市的議員啊他居然還會生日不一樣 比如說像這個36年跟37年就是他還會就是重生這樣子 然後這還是就是蠻常見的 就不是只有單一案例是這樣 就感覺就批錯啦 蠻多這種事情 所以說我們就很難說去聽 因為一個人的名字就能夠確定說這是同一個人 或是比如說像立法院也有過就是張孝妍他改名文講孝妍 這種事情就是都會一直遇到嘛 那我們就需要有一個方法說去統整這個資料 所以後來就去問村長啊然後找到一些資源 那我現在就是把這個東西放在 放在這個是一個國外的My Society這個organization 那等於說例如 還有一分鐘 我們可以比如說楊乃欣這個人 那我看到說他又他有議員然後也有做過立委 那你可以看比較很清楚的看到說他整個career 有點像在幫他們做那個HR 不收閒的HR 然後 對有這個東西以後 那我以後就可以比較方便的知道說 要選這個人的時候可以看他以前一些過往的歷史 那如果你今天加入這個議員 那再送你那個金錢報就是這個是 可以那個看這個人的財產追蹤 比如說你想要看蔡振元他的財產長長什麼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那像這個很多人想要找聯戰找不到 那這個網站也幫你爬下來 那個政府網站不給你下載 但這邊可以下載 謝謝